当地时间26日凌晨 以色列的F35出动了 带领超过100架机群飞向伊朗德黑兰 发动一场名为忏悔日的军事行动 黎巴嫩真主党高层13名成员被清除 乌俄最新战报 乌军收复托列茨克大片失地 俄军集火协力渡河 乌军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俄军驻地 黑海舰队使取军事能力 俄正规军在车臣境内遇袭 哈马斯高层抵达莫斯科 请求重新掌控袈杀 精彩资讯即将开始 美国内部泄露 以色列袭击伊朗机密文件的事情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以色列开始了对伊朗的打击 截至26日 以军出动了上百架战机 对伊朗实施了三次成功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阿维凯·阿德拉伊 在26日凌晨发表声明称 以军正在对伊朗军事目标 实施精确打击 以回应伊朗数月以来 对以色列的连续袭击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26日凌晨 伊朗首都德黑兰 及附近城市卡拉基 连续传出巨大爆炸声 据悉一些爆炸声 来自伊朗防空系统的拦截活动 而初步的调查显示 德黑兰西部和西南部军事基地 遭到以色列袭击 而据当地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 伊朗首都附近发生爆炸后 德黑兰的主要电邮厂 没有发生火灾或爆炸的报告 就连德黑兰的 伊马木霍梅尼国际机场 和梅赫拉巴德机场 也都正常运行 那么面对这样程度的损失 伊朗会做出强烈回应吗 因为早在25日 就有媒体报道称 伊朗最高领袖哈维内伊 以命令伊朗武装部队 指定多项计划 以应对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 报道称 如果以色列仅限于 打击武器弹药仓库或军事基地 伊朗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 从而结束两国之间 最新一轮的直接冲突 但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石油设施 或核设施 伊朗将做出强烈回击 为此 伊朗已经准备了多达1000枚弹道导弹 伊朗革命卫队司令 侯赛因 萨拉米也自信表示 以色列从美国获得并部署的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是无法抵御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 接下来是握手言和 还是打生打死 让我们拭目以待 10月23日 黎巴嫩真主党发布副告 确认真主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 哈希姆·萨菲丁 死于以色列的空袭 至此 乙军方面称 离真主党高级军事领导层13名成员 已经全部身亡 也因此 10月24日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乙军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 有可能彻底结束 然而事实证明 离以冲突的烈度并未降级 乙军23日至25日 连续对贝鲁特展开猛烈空袭 更是在10月25日的空袭中 消灭了黎巴嫩南部 爱塔龙地区 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 阿巴斯·阿德南·穆斯莱姆 而黎巴嫩真主党 则使用精确制造导弹和新型无人机 打击乙军集结点和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真主党称 近期已摧毁28辆梅卡瓦坦克 4辆军用退土机等乙军装备 在库尔斯克 乌军继续给俄军造成损失 据最新战报显示 乌军正沿达里诺村 以北的斯纳格斯特河 向夏林克村和波克罗夫斯基村一带推进 这表明乌军击败了驻守的俄地83度利率 并已在达里诺村和边境的尼古拉沃 达里诺村保持了阵地 此外乌航空兵还使用美制JDM1R航空炸弹 袭击了刘比米夫卡村的俄军第137空降团临时据点 乌军破坏小组则继续使用FPV无人机和火炮 摧毁俄军的装甲车和车辆 以及重要的防空系统如箭矢 在泽莱尼·史拉赫村所在的死亡之路上 到处都是俄军装甲车辆的残骸 在诺维一方向 乌军则主动动用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 对俄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目前仍在战斗当中 在哈尔科夫 乌军的反击还在持续 且正朝着有力局势发展 一个乌军旅发言人表示 该地区的俄军由于缺乏兵力和机械化装备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 目前俄军正通过挖洞 在哈尔科夫地下修建高质量的防御攻势 该乌军发言人指出 这很可能是俄军在为冬季做准备 在断涅茨克据战报显示 过去24小时 乌军第十二旅在脱离此刻前线多个方向 进行了成功的反击 收复了大片实地 首先是在市区方向 乌军第十二旅持续往东推进 一个接一个街区被收复 最终成功将俄军赶出扎巴尔卡区 完成了对该区的收复 其次在纽约村西南七公里处的 奥克山德罗比镇 乌军第十二旅在该镇东部和南部 分别收复了四平方公里和一平方公里的土地 目前乌军正在清理附近的俄军阵地 并占定定居点 在红军村方向 乌军对俄军据点的打击还在继续 如乌军第十一旅近期动用无人机 摧毁了俄军的21个观察哨所 外加一个发电站系统 以及多辆精锐摩托车 而俄军则牺牲了在红军村北翼的攻势 把所有火力集中在了南大门谢里渡河村上 战争研究所称 俄军已将旗帜插到了市中心 并正用火炮覆盖谢里渡河到红军村的公路 以阻止乌军不及和援军的到来 目前进入谢里渡河的不及线仅剩下一条 不过有视频显示 乌军的援兵正在赶来 很可能会打个小反击 而该方向的防线 可能会在雨季到来之前稳定 在库拉霍方向 俄军正在其北部的 赫尼克以及边上伊兹麦利夫卡村 展开战斗 乌军第46空降旅 则在马克西米尔杨尼夫卡附近 击退了俄军第102十数次攻击 并摧毁了至少两辆俄军坦克被摧毁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库尔斯克战场 还是乌克兰战场 乌军均开启了对俄军防空系统的打击 据乌总参谋部和乌官方消息来源报道 乌军于20日至21日夜间 在距离前线约60公里的地区 袭击了俄军山毛巨M3防空系统 于10月23日在乌南战场 袭击了俄罗斯山毛巨M2系统 于24至25日夜间 在卢干斯克州 袭击了俄军的山毛巨M3防空系统 并摧毁了一套山毛巨M2防空系统的 9C36雷达系统 同样在克里米亚 这样的情况也在发生 据悉 乌军动用多架无人机 袭击克里米亚 奥利安尼夫卡一带 俄军当地的一个雷达系统 在袭击中被摧毁 另有数个俄军的移动雷达站 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袭击 乌军无人机还尝试攻击了 俄军在该地区的第31防空师的驻地 据目击者称 多架乌军无人机来袭 过程中已价被击落 其他军项目标废去 并发生爆炸 不过和之前一样 乌军表示 是其防空系统击落了所有来袭的无人机 具体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 另一方面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 普莱腾丘克表示 俄黑海舰队已经失去了军事行动力 和后勤不细能力 他称 在亚素海至黑海地区的 俄海军的军事力量都将被消退 而这意味着 即便俄黑海舰队全部撤离至 新罗西斯克 也不代表乌军的打击会停止 据车臣媒体的报道 在当地的格罗兹尼区 一支俄军部队开着乌兰尔军车 依次正在执行运输装备任务 当车辆行驶到该地的 彼得罗巴府 洛夫斯 卡亚村附近时 突然遭到不明武装分子突袭 双方爆发激烈的交火 截至目前 已经造成至少三名俄军士兵身亡 而袭击者则成功假设逃脱 且还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事后 车辰领导人卡德罗夫表示 该事件是当地的游击队所为 并称已在紧急搜寻 不过游击队 普遍缺乏武器和训练 而这批武装分子 居然能击败装备清凉的俄正规军 事后还顺利逃脱 就连身份都没暴露 他们究竟是不是游击队 又或是后方的俄军 其战力已经这么低了吗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为什么偏偏会在车辰境内 在此之前 车辰艾哈迈特特军部队的指挥官 阿劳迪诺夫 才刚刚揭露了 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 犯下的187起罪行 车辰领导人卡德罗夫 也曾公开表示 要自行对三名俄罗斯议员进行报复 可见车辰和俄罗斯内部矛盾也不小 据俄新社报道 在辛瓦尔死亡后 哈马斯高层组建的五人委员会成员 以亲抚莫斯科 请求俄罗斯在加沙战争结束后 推动所谓的联合管理模式 据悉 哈马斯希望俄罗斯 能劝说身在俄国的巴勒斯坦总统 马哈茂德·阿巴斯 让哈马斯在战争结束后 仍能参与对加沙的掌控 而且为了表示敬意 哈马斯表示 可以优先释放两名俄罗斯被扣押人员 这操作确实令人哭笑不得 别的不说 就在扣押俄罗斯人的情况下 哈马斯高层居然堂而皇之 求助处于战争状态的莫斯科 这多少有些可笑和不现实 以色列媒体更是直言讥讽 与其费尽心思 等谋划怎样重新掌握袈裟 哈马斯的高层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避免成为下一个新瓦尔 截至目前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强度 仍没有降低 反而在近期 又消灭了一位参与 17袭击的高级指挥官 即哈马斯赢的负责人 根据韩联社报道 10月24日 波兰总统杜达访问了韩国 并与该国总统尹熙悦进行了会谈 双方强调了两国 在贸易军工等诸多领域的紧密合作关系 例如韩国承诺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与波兰价值70亿美元的 K2主战坦克订单 而波兰则希望能够成为 在欧洲地区的韩式武器出口国 此前 波兰与韩国签署了多项军购案 包括采购K2主战坦克 K9自走炮 特50金英式高级教练机 以及K239多管火箭炮等多种军备 总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由于波兰多次向韩国采购大批武器 双方逐渐从最初的买卖关系 发展到如今的联合生产关系 波兰则想借此机会成为武器出口国 向欧洲其他国家供货 另外双方还讨论了朝鲜 派兵志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 其中尹薛再次重申了 向乌克兰援助武器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翡翠奇2024军演中 美军首次使用女武神无人机 进行了联合部队数据链整合测试 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中程辽机 女武神无人机旨在向F-35等战机提供目标数据 其于去年进行了首次飞行 并于今年2月和9月又进行了连续的飞行测试 而此次测试的重点 是要把女武神无人机作为传感器来使用 验证其能否准确地向F-35等五代机提供及时数据 根据法新社10月24日报道 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了黎巴嫩会议 为黎巴嫩筹集了10亿美元 以及诸多食物援助 其中8亿将用于帮助黎巴嫩民众 剩余2亿则用于黎巴嫩军队 媒体表示这比法国最初定下的5亿目标要高出一倍 也比联合国在10月初要求的4亿多得多 在这些捐款国家中 美国仍是最大的捐助国捐资3亿美元 其次是法国捐助1.08亿美元 德国捐助1.03亿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有70多个国家参与了此次会议 但以色列和伊朗缺席 这可能意味着此次会议除能给黎巴嫩带来捐款外 大概率并不能改变离异战争走向 根据X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 立陶宛国防部证实了一则消息 从明年开始将会有三个北约国 在其边境地带轮流部署防空系统 以便更好地抵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媒体表示 根据一位立陶宛议员透露 荷兰将会是上述三个北约国家中的一个 至于剩下的两个国家 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消息 除北约的轮换部署外 立陶宛也在加强自身的防空系统 例如今年10月 该国游州制造商签署了两份协议 第一份协议是与萨博公司签署的 立陶宛以1.3亿欧元的价格 采购RBS70NG便携式防空系统 第二份协议是与康斯伯格公司 签署的涉及采购价值约 2.34亿欧元的NASAMS中程防空系统 据说该采购案原定于2030年进行 但鉴于俄罗斯带来的威胁 立陶宛加大的投资力度 使其能够提前部署 据综合报道 目前有7个北约国家 并不热衷于乌克兰加入北约 包括美国 德国 西班牙 比利时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不过该报道遭到了 乌克兰办公室的否认 乌克兰总统发言人 谢尔盖尼基弗罗夫澄清说 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支持乌克兰加入 其余国家的外交工作正在进行中 而且这7个北约国家的立场也不同 向美国 德国是乌克兰主要军事支持者 他们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 会导致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升级 而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虽然也在抵制 但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这两国总体上采取亲俄罗斯路线 如匈牙利总理 阻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资金 并退出了北约 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支持的计划 此外 在乌克兰胜利计划中 虽然有要求北约立即发出邀请 但乌克兰也认为 只有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后 才会真正加入联盟 简而言之 只要欧美各国给力 多援助些武器并及时交付 但乌军直接干趴俄罗斯 入约机会就有了 乌俄打了两年多 以色列在中东也打了一年多 但谁能讲到 这两个隔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国家 居然开始了军事和情报的深度合作 以色列从2002年开始 向乌克兰提供非战斗援助 提供俄军无人机和阵地的卫星图像 到2024年2月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吉拉德·艾尔丹表示 以色列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预警系统 而近期由于内塔尼亚湖的住所 遭遇真主挡无人机袭击 但以色列在对抗无人机方面 明显经验不足 于是就找到经历实战检验的乌克兰帮忙 阿拉伯新闻社政治钥匙对此进行了报道 以色列的军工素以技术领先 但对伊朗的见证者系列无人机 及其改进版毫无优势 而乌克兰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 在拦截见证者无人机方面 经验丰富 拦截方案高效且经济 如乌军可以使用机枪 反无人机装置 拦截俄军无人机 而以色列却不得不动用 铁穹舰大卫投尸所等防空系统实施阻拦 若长久下去 不仅经济上是个巨大消耗 防空导弹也不够 且不一定能全部拦截 此外乌军还拥有很厉害的四眼无人机 因此以色列选择向乌克兰提供情报训练 以及支持乌克兰导弹建设等援助 而乌克兰则向以色列提供反无人机方案 以及分享经验等 双方互惠互利 共同提高战力 近日 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 穿上由乌克兰民间社会的代表 赠送了一件新T恤 一下子让泽连斯基有了新目标 这件T恤正面 印着让俄罗斯再次变小的字眼 和1462年莫斯科公国的地图 当时莫斯科 苏兹达尔和沃洛格达三国领土 均归属于该公国 T恤的背面 则是将1462年莫斯科公国领土面积 与如今俄罗斯面积进行对比 泽连斯基此举明显是在提醒大家 俄罗斯领土是如何得来的 呼吁盟国们遏制俄罗斯的扩张 将俄罗斯再次打回去 据洛马公司宣布 保加利亚首架F16CD 布洛克70战机 日前已在美东时间22日 由美籍试飞员霍格完成首飞 期间除验证各项机载航电系统功能外 也验证了该机的超音速飞行性能 未来保加利亚将持续进行全机系统验证 以及对16架同行机换装工作 从而成为继斯洛伐克后 第二个操作F16的欧洲国家 据美国星条旗报23日报道 在美飞连演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5陆战队远征部队 使用独次防空导弹 摧毁了一艘模拟来犯敌军的木制小艇 验证了其随即应变的反登陆战术应用 有趣的是美第15海军陆战队原计划使用独次导弹 击落一架小型的目标无人机 但很不巧目标瓦记意外坠毁在海滩上 这才转移目标 瞄准了一艘停在距离巴拉望岛西岸数百码处的船只 最终成功将其机会创下罕见的击杀记录 此外据美开源情报显示 此次连演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出的是 部署在菲律宾的东南亚陆战队轮换兵力 同时和来自菲律宾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 泰国 印尼的小型特检队等兵力 共同执行 在作战方面 美菲等国在巴拉望岛的爱博兰 执行联合反登陆作战 通过摊头阵地的托式反装甲武器 火炮 机枪等武器 对模拟敌军的把船进行射击 并伴有来自全射号两栖突击舰的F-35B战机 以及自巴拉望岛起飞的AH-1Z UH-1万等直升机 投掷航空炸弹进行支援炸射 从而展现强大火力 长地时间10月25日 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 驻扎在德国斯潘达勒空军基地的D-480战斗机中队的 美国空军F-16战机 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择任区 乌军在库尔斯克 打下一架造价高昂的俄罗斯别护座无人机 达一型无人机机身长为8米 翼展16.3米 最大起飞重量1吨 巡航速度每小时200公里 执行侦察任务时最大续航24小时 戴尔载荷方面 能挂载60公斤弹药 使用弹药类型广泛 如小史村的KEA主林空地导弹 KEB-220和50修正炸弹 EPAB-50制导化降炸弹 以及F-AB-50制导炸弹等 根据以色列国防部在10月26日发布的早间声明表示 当天完成了对伊朗的袭击 当实现了基地目标 声明显示以空军战机对伊朗的军工厂 导弹基地以及其他设施 目前所有以军战机已经返回以色列 同一天伊朗防空部分大部公告表示 二楼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冒击行动 并对大部分以军袭击进行了拦截 净造成部分地区的有限破坏 与此同时 叙利亚媒体报道 在10月26日 把叙利亚防空部队击落了以色列 向叙利亚南部与中部地区发射的导弹 但仍有导弹命中多个军事基地 目前叙利亚正在评估损失 外期此次以色列对叙利亚伊朗发动的袭击 是同步进行的 近日五角大楼表示 北京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武器 其中包括了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 此次对台军售的内容 包括了价值11.6亿美元的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 邦雷神技术公司负责 涉及三种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 和中程防空解决方案 据悉此次向台湾运送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此前藏在乌克兰地区进行过实战测试 12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U-20ASAMS 是挪威康斯伯格防务与航天公司 和雷神公司合作开发的 奔布式网络化的中短程防空系统 该系统可以防御无人机 直升机、船航导弹和固定一飞机等 可以发射各种现有的导弹 例如在IIM-9 X相尾舍导弹 以及增程的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等 据悉此次台湾购买的 就是增程的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目前看来台湾此次购买的先进的对空导弹系统 可以说完全是目前台湾现有的 I-0防空导弹系统的尚未替代 在胡塞武装 戴希基红海各国商船的行动中 日与华尔街日报报道 俄罗斯正为胡塞武装提供卫星数据 同时胡塞武装的武器 能够打击更远范围的目标 目前俄罗斯尚未对此事发掉回应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 以色列和伊朗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